各位给大家报告最新的消息啊 梅西香港门这个事件现在越演越烈 梅西代言的那个所谓的急吐宿地 跟中国网友掀桌子了 明确表示坚决不换梅西,爱咋地咋地 而且呢 梅西历年来在中国大陆赚的这天价的代言费 也被网友给盘点出来了 这个事你现在回想啊 这梅西跟钱有仇吗 还说梅西跟中国有仇啊 是被那个独卢运洗了脑了 这事很吊诡 这个事情呢被美国的媒体现在称为梅西之乱 他们都想不明白 说这个迈阿密国际队啊 那根本就不是一入流的球队 那小贝贝克汉姆为什么花那么大价钱买他呀 那不就是为了挣钱吗 然后呢把梅西再引进来 然后到中国到世界各地去捞金 而且梅西呢 他这个现在呢也36岁了也踢不动了 在欧洲呢 基本上 现在呢 在欧洲踢球站稳脚跟 那就得拿出拼命的劲头来 因为他岁数毕竟到那了 是吧 他呢想到美洲呢 应该是比较轻松一些 然后呢又赚着亚洲的钱 他想得到挺美 可是呢 跟他的初衷 他在香港的表现 是相背离的呀 是不是 一个不可思议 就好像表现就换了个人一样 可以说有点逆天背离的样子 大伙都想不明白 那么美国的最新的观点呢 就是这些媒体上说呀 说迈阿密国际队入港到离港整个的行程 缓缓都出了问题 对吧 所以说 现在的问题 最吊诡的 就是这个他代言的这个急吐速递了 这个急吐速递现在可以说是 你想象不到 他会有这种 反应 因为每个人危机公关的时候 你都得最起码公关一下吧 急吐速递做的就是说报警 报警是有人冒充我们的官网账号 那网民问他 说你到底换不换梅西呀 你不换梅西我们就换快递呀 可是急吐速递 是这么回答的 他对中国的这些官方媒体 是这么说的 急吐速递 官方通过微博澄清 啊 说这个 那个说话的不是我们的官方账号 而且呢 相关的言论 不是公司的立场 将继续致力于为客户服务并强调 梅西作为全球品牌代言人的地位 并没有改变 那就是跟中国的网友 掀桌子了 中国网友怎么说都不听了 这个急吐速递 急吐速递成立于2015年主要是在马来西亚东南亚市场运营 是中国的OPPO手机出来的一个人 干呢 那马来西亚的网友呢 在我的视频里面给我留言 浩哥我看了你的节目以后啊 这个我也把急吐速递给换掉了啊 马来西亚我都不用呢 是不是 所以他冒着在全球受到华人抵制的情况下 坚决不换梅西 你说这急吐速递跟钱也有仇吗 他们这图的什么呢 各位我也想不明白了 我也想不明白 好多的华人都跑到了急吐速递的这个官方的 比如说推测下面去问他 是吧 说 这个你们装死是吧 我不换梅西 我就换了你 但是急吐速递这个反应 这么多网友都表示 是拒收急吐 中国不差你急吐一个 我不仅是拒收 我只退货不退款 是吧 说急吐 干嘛这么横啊 我哪怕多花钱我也不用你 中国也不缺送快递的 以后买东西我都问商家 是吧 然后这个就说了 你如果是送急吐 我立刻我就拒收 有的说我收 收了以后我就只退款 我还要投诉 是吧 投诉急吐速递不忘家送 一单就罚5000块 这是中国的快递法 对吧 天天有快递的人 急吐一律继收 是吧 只要网购发急吐速递全部拒收 是吧 我能做到的就是拒收急吐 我抵制不了梅西 我还不能拒收急吐吗 问题现在就 吊轨就吊轨到这儿了 现在的这场风波里边 损失最大的 可不是梅西 你知道吗 因为 梅西 虽然被广大的 这个中国球迷抵制 但是身上的中国代言 一个 也没有少 人家梅西 可没少赚 一分钱啊 但是这个急吐速递这是图的什么呢 股价大跌 所有人 要抵制他 爱国的网友要抵制他 他就是不换梅西 你说他这图的啥 对吧 这个急吐快递 无脑的冒犯中国人 是吧 他不知道他会遭到 事件的反噬吗 他不知道这是一个巨大的公关危机吗 大盘打架 伤害的是 小喽喽 他懂不懂这个道理啊 梅西中国球迷 够不着 但是你急吐速递 人家可够得着啊 是不用你不就完了吗 这急吐速递太嚣张了 怎么可能有好果子吃呢 没准急吐速递是想的是 我就不缺你中国的市场 我就这个全球的代言嘛 他是全球代言嘛 我就把中国市场给放弃了 这急吐速递是不是疯了呀 各位啊 也或者是他说 中国的网友7分钟的 7秒钟的记忆跟金鱼一样 反正过一阵以后 这事就过去了 对吧 也没准还是这么想呢 但是这个事要是过不去呢 各位 那即便是 三月两月 他损失的不是真金为银吗 我这实在是想不明白各位啊 这个有没有急吐这么傻缺的企业呢 各位你们 给我分一分他的心理是到底是啥心理啊 那这个梅西在中国大陆这些年挣了多少钱呢 那梅西 他也跟钱有仇是吧 梅西在中国大陆的代言啊 2010年的时候奇瑞汽车 5000万的代言费 微信2013年的时候代言费3000万 就8000万了啊 华为2016年的时候代言费4686万 这就1300万了 猛牛 不是1亿3000万了 猛牛2018年的时候代言费 4000万元 1亿7000万 王者荣耀 皮肤2018年的时候代言费 200万 1000 1亿 那个1亿9了 1亿9000万了 这个吉兔苏帝 是多少钱呢 2022年签的约代言费5000万 那就是2亿4了 赤水和酒2024年的时候 代言费2000万 这是最倒霉的一个中国白酒企业啊 刚代言就出事了 是多少钱了 各位 当然来了吧 2亿6000万 就是说这些年 他在中国大陆的代言费就2亿6000万元人民币 这可能是 我不知道是一年的还是说每年都要 给他钱 啊 你说梅西这是跟中国 这个网友 这个闹翻了 他图的是啥呢 那如果是真是 这个没上过学 脑子有病 被毒毒孕给洗了脑了 那可就是自作孽 不可活了啊 那就是做得紧死得快呗 是吧 那个这个事 现在呢 梅西还是装聋作哑 到最后 这个他最后的这个原因能不能爆出来 让我们 拭目以待 不过急兔快递 他这个兔子是咋想的呀 啊 反正人的意思吧 反正是兔子尾巴人家不要了行吗 点个订阅 咱们下期再聊